深夜23点 朱婷 姚迪回归迎来重大突破利好 中国女排人心振奋 蔡斌如释重负 大家好 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个关于咱们中国女排传来的机动人心的利好消息 球队在结束了香港战的比赛之后 蔡斌也已经亲口承认了球队将会接下来调整阵容 在下一站韩国水源站 咱们中国女排的14日名单将会调整哪些球队和精兵强将入队 是广大球迷非常期待的事情 那么咱们中国女排在刚刚结束的第二站比赛 由于我们是连输两场比赛遭遇了两年败 那么球队必然要做出一定的调整和变动了 因为第一周当时我们的成绩是四连胜 我们没有变动的理由 而第二周我们是两胜两负 球队必须要到了调整的一个关键时候 那么在这个节骨眼上中国女排会如何变 我们的阵容是否会带来一些惊喜的补强 这些都是大家所等待着惊喜揭晓的一些答案和悬念 那么同样说到中国女排 我们之所以第二周打得如此狼狈 我们不难发现 其实我们能够发现中国女排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弊端和问题 那就是蔡斌执教下的中国女排 我们似乎在一套阵容打天下 我们就摁着这一套阵容在消耗 摁着这一套阵容在打 不善于做出主动的人员上的轮转 所以说导致我们这套主力阵容 他们的体能损耗特别大 所以说打到后期我们打波兰和意大利的时候 我们的体能接近透支 导致中国女排我们似乎有些体力不支的情况下 在面对对手我们打不出我们应有的实力 最终导致中国女排吞下了两连半的苦果 所以说眼下来看 中国女排我们需要开启一些轮换 能够让蔡斌的麾下能够有更多的优秀的球员可以去使用 如今的蔡斌我们不难发现 其实你举个例子来讲 像主公像二传这几个位置上 其实蔡斌他也想轮换 但是你轮换的话 没有特别好的人可以去用啊 主公位置上王云露和这个中会 已经算是咱们国内排招联赛 比较顶尖的国内的优秀的一些排球运动员了 对吧 主公运动员 他们跟李莹莹搭档 已经算是我们国内排招最佳的一些选择了 所以说我们很难再挑出比他们更优秀的球员 因为朱婷正在养伤 除非朱婷回来比他们优秀 对吧 如果朱婷不回来 你选其他人来取代王云露他们的话 还不如用王云露呢 那么包括你在二传位置上 为什么蔡冰不敢换人 只能死磕凋零雨一个点 因为他在二传的位置上 目前丁霞有伤在身 年龄大了 快退役了 对吧 他打不了 而且摇底此前一直在养伤 我们二传位置上 徐晓婷这个位置呢 可能啊 确实大赛的经验还是比较欠缺 可能有些时候也能够送出一些 非常有创造力的一些传球 但实际上呢 他的稳定性 延续性是比较差的 他的大赛经验是比较差的 所以说打一些硬仗的时候 他会掉队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蔡冰也不太敢给徐晓婷太多的机会 只能死磕凋零雨这一个点 所以说真正意义上 解决中国女排 我们姬战利的问题 就是招呼一些精兵强将 有经验 有实力 有姬战利的一些 王牌的世界冠军运动员 这才是最务实的 那么事实证明 大家呼声最高的就是朱婷和姚迪 这两个人如果说一旦回归 那么中国女排 我们的主攻线 我们的二传的位置的隐患 去跟那些世界强队 摆摆手腕的实力了 届时蔡冰在比赛中 也可以做出更大面积的人员轮转 让这些队员之间 可以在打一些不重要场次的比赛中 做出一些轮换 让主力球员直接得到休息 打一场休一场也可以 这样的比赛强度的话 可能对于我们中国女排来说 打到最后是更有利一些的 所以说朱婷和姚迪能否回归 对于中国女排来说 是非常非常关键 那么同样我们也都知道 在中国女排结束了 在香港站的比赛结束之后 我们看到 香港方面的权威媒体 也是发布了一个权威消息 发出了正式的呼吁 香港大公报也是发布 呼吁显示 他们呼吁朱婷和姚迪 能够尽快的回归中国女排 来增加中国女排的进攻力 那么通过这样一个权威媒体的报道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朱婷姚迪二人回归中国女排 迎来了重大的惊喜利好性的突破 意味着他们两个人回归中国女排 或许已经正式的提上日程了 因为通过这种权威媒体的呼吁 将会让这两个队员之间 他们会感受到这种压力 感受到这种身上的责任心 使命感 会让这两个有责任心的运动员 加速他们的康复之路 加速他们重返中国女排之路 也将会让蔡斌如是重负 相当于有权威媒体 帮助蔡斌 去鼓励他们两个队员回归了 对吧 这对于蔡斌来说 他一下子担子就减轻了不少 如果这两个队员 能够在这种权威媒体的呼吁之下 回到中国女排的话 那么蔡斌绝对是如虎添翼 将会引领着中国女排 在后期的比赛中 打出一个更好的成绩 我们也共同的拭目以待吧